缺乏维生素D会增加许多疾病的发病风险 但其深层次原因过去并不清楚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缺乏维生素D会直接影响人类基因组中200多个基因的活性 这些基因已经被证明与一系列疾病有关 如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和肠癌等 研究人员提醒人们要注意补充维生素D 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维生素D与基因组关系密切 缺乏维生素D可能会增加患上一系列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研究人员采用新的测序技术 绘制出了基因组中维生素D受体结合图谱 并在基因组中共发现了2776个维生素D的绑定位点 这些位点一乎寻常地集中在克罗恩病 狼疮、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疾病 以及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结肠、直肠癌等癌症相关的基因附近 研究者表示 维生素D对人类身体健康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维生素D不足会使人更容易患上多种疾病 因此在妇女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成长阶段 补充维生素D对未来身体健康十分有益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研究发现 大剂量摄入维生素D或可显著降低罹患乳腺癌等疾病的风险 每天摄入定量的维生素D 可以使血液中维生素D的代谢产物维持在一定水平 从而显著降低罹患一些疾病的风险 包括乳腺癌、结肠癌、多发性硬化症和一型糖尿病等 和健康的有关的消息是 据芬兰媒体3号报道 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 缺乏维生素D的中老年人更易患慢性疾病 从而增加死亡风险 研究人员对1136名53岁到73岁的芬兰人 平均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研究 这些研究对象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或者癌症 但65%的人血液中缺乏维生素D 研究期间有87名研究对象死亡 我们都知道缺乏维生素D会影响到钙质的合成 会导致我们人体缺钙 不过近日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人体内维生素D的水平与白血病之间 竟然也存在着紧密联系 维生素D不足的话可能会引起病情的恶化 而维生素D水平正常 则会延长白血病人的存活时间 美国研究人员曾宗调查了 390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之后 得出现 维生素D对人体有多种好处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补充维生素D有助于治疗红斑狼疮 法国研究人员请20名红斑狼疮的患者 参与了一项试验 结果显示每天给他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D 没有引起身体不良的反应 而且在6个月的跟踪观察期间 这些患者没有出现红斑狼疮发作的迹象 芬兰最新研究发现 慢性维生素D缺乏是帕金森氏症的风险因子 通过近30年的跟踪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 在排除了包括身高 体重指数等相关因子的影响后 血清中维生素D水平最高的人 比水平最低的人 患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低 百分之六十七 研究人员推测 这可能与维生素D可以通过抗氧化活动 调节钙水平等方式 对大脑提供保护有关